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北京的天 今天的计划也全都泡汤了 我上周不是从三亚回来吗 然后撑了一下自己吃胖了三斤 所以上一周的vlog 主要就是想给大家记录一下 我那一周的青食晚餐嘛 本来说今天给大家补录一个开头 今天也出不去门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视频 看看我上周的计划有没有成功吧 哈喽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对不起大家今天一开场 就是在这么一个颠簸的环境里面 因为我今天忙着剪视频就有点晚了 所以就赶紧出门了 我今天在春节前不是跟大家说 我要准备给家里 就是给我的屋子重新装修一下嘛 所以我今天约了一个装修公司 想去那边就是看一下他们的一些 样板以及他们的设计 看看是不是我需要我喜欢的那种 然后我要再去一趟车辆管理所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驾照 所以我要去把我的韩国驾照 或者国际驾照 看看能不能换成国内的驾照 就比较方便一点嘛 但是我肯定还要约练车市场的 因为我已经完全不会开了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然后我今天出门也太着急了 装也没有话 我上次从三样回来 我回来撑了一下 我又胖了三斤 所以我这里面的计划就是晚餐吧 至少晚餐要重检了 所以这支视频正好也给大家录一下 我这一周重检的晚餐 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 做过减肥晚餐了 到了就在这里 他们家在东门这边 哈喽 你好 我现在想法 对就是把地面拆了 墙刷一下 对其他的都不是那种很复杂的事吧 应该 就是它这样的哈 现在屋里是地板 对地板 地板的话你拆的 按道理哈 如果是无论坡吧 地板的话你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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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天哪 我刚才听小哥哥一股气儿介绍下来 我现在脑子有点爆炸 有点梦 信息量爆棚 装修真的不是那简单的事 他说如果定下来用他们公司 然后再设计怎么样 工期要40个工作日 而且他刚才说了好多东西 我都不太了解 真的感觉就要重新做功课 重新学起了 我现在已经超级饿了 我今天早上就剪视频嘛 赶最后加字幕 就吃了一个鸡蛋 一杯咖啡 还有一个小蛋挞 我现在超级的饿 我现在要赶紧去那个车管所 再不去我怕人家都下班了 居然车管所回家吃饭 走吧 因为今天白天也没吃什么嘛 所以晚上打算涮一个 比较清淡一点的火锅 我其实之前在留学的时候 就还蛮经常吃火锅的 就很方便吧 煮一锅水菜 涮一下就好了 用的就是这个底料 超级无敌好吃 还有这个胡虾的猪孙 虾好爱 超级好吃 然后我和妈妈还泡了点海参 想一起煮进去 不过这个泡出来怎么感觉 手感这么奇怪呢 我的天哪 哈喽大家 今天又是雾霾很严重的一天 北京最近的天又开始变得灰灰的了 我现在打算去美容院 今天约了一个日常的皮肤管理 做一下补水和清洁什么的 然后今天还又多约了一个管理紧纹的项目 我就最近颈纹有点严重了 然后今天他们那边刚好还来了一个 就是做脊柱调整的大夫 来帮我看一下我的就是正骨的那一套东西吧 因为我前一阵子真的就是连续几个月 一直坐着写东西嘛 然后我春节前几天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 我左半边头皮是麻的 就是如果你碰我一下 我都要怀疑 你是不是真的碰到了我 就觉得我的头皮不是我的头皮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就是脊柱神经有压迫 或者是骨盆做骨神经压迫之类的 因为我之前就有过就是骨盆很不舒服的问题 所以今天想让他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呢是在去304医院的路上 最近那个304医院的那个巧克力派 不是很火吗 然后每天晚上饿的时候 总会推给我每天看一遍 然后刚好我那家美容院也在西城区这边 我就说一起来打个卡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有吃呢 给那个巧克力派预留足了卡路里 看看今天的天 哎 这让人心情怎么美丽的起来 天哪我崩溃了 这个好像是这里对吧 你有没有看到里面的队吗 天哪里面的队 排了好长啊 小哥哥满载而归 希望我也能买到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天哪 完了完了完了 我就预约的美容院要迟到了 竟没有想到啊 2000年之后 有吗 有吗 没有 没有 帮我拿三盒行吗 我可以 再拿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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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老收好 谢谢 谢谢 辣椒 嗨 大家我现在已经买完了 然后我赶紧叫辆车去美容院吧 已经有一点晚了 真的好难过呀 它这个巧克力派是有限购 但梦龙卷是没有限购的 所以我就买了三盒巧克力派 然后等一下也跟美容院的姐姐们 一起分享一下吧 好 好 不好意思 完了这么多 没事没事 你脑量是不是太强了 没事 三盒也跟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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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对吧 红是有大尾巴 哈哈 这次 你给腿拆一个 不不不不 不不不 这边腿短 好 然后花一点错弯 这块疼不疼 还好没有那个 不疼那块那么疼 一二一一一一一三 主人主人 美好一天开始了 嗨大家 我刚刚已经回来了 刚才跟那边的姐姐 聊聊聊天 现在已经快八点钟了 先来把饭煮起来吧 我今天打算把那天火锅 没有吃完的这个豆腐煮了 它是这个食品豆腐 就是有一点点豆腐那种 特有的味道 所以我比较喜欢 先拿水煮一下 去一下它的那个豆腥味 再加点花椒吧 也是可以去一下 它的味道 好 差不多这样应该就煮好了 去把它的水倒掉 就留一点点就可以了 如果很怕吃了花椒的话 也可以把花椒挑出去 不过我还好 就没有特别去挑了 把火给小一点 天哪 然后就要开始调味了 今天想做个日式的嘛 所以就加两勺这个日式酱油 然后再来加一勺的味蕾 味蕾里面确实有一些糖啦 不过一勺应该问题不大 我家里刚好有一些炒好的肉末 所以我也想加一点进去 如果大家怕肉末 也有点油的话 加虾仁啊 或者是 嗯 鸡肉啊 鸡肉粒都可以 这个肉末是我妈妈炒的 真的有一点油 哦我的天哪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熟的嘛 所以现在就把芹菜 也一起加进去就可以了 我想多吃一点蔬菜 所以就多加了一点 好了 这个其实只要 芹菜熟了就可以了 然后把汁都收干 就OK了 把我为数不多的肉末 翻上来让它好看一点 所以我可以再撒一点 芹菜叶子装饰一下 我最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 做一些这种 比较快 然后也比较简单 然后是热一点这菜 之前董雪人吃凉的 最近年纪大了 有点hold不住了 好了 那就这样吧 我也要去吃饭了 嗨大家 我刚刚已经 去把驾校包好了 我包在海淀驾校那边了 然后刚刚也把驾驶员的提前也做完了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正式学课了 从科医开始学起吧 之前还想说 可能能从国际驾照转过去 但其实挺麻烦的 而且我那个驾照太多年了 可能也不太好转了 还是老老实考一下吧 毕竟 并不想成为马路杀手 然后我现在晚上跟朋友约了 去他们家坐一坐 所以正好路过花店去看看花儿吧 给他带出花儿 是不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那得尝一下 是不是跟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是不是也太多了 不多 那你那图片对人家多 人家那是酱油和酱油一起的 对 它可能是酱油和酱油一起的 好 嗨大家 又到了晚饭的世界 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出门 大家姨妈的时候一般会吃很多 还是会吃不下饭 我就属于那种吃不下饭的 哎呀 今天一天在家里都超级的难受 我妈妈今晚也说她不回来吃饭了 我就随便给自己煮了点水煮菜 然后调了一个酱汁 说随便配着吃一点吧 这个酱汁里面我就放了一点海鲜酱油 小米辣 还有一点点的蒜泥 其实我之前也是 我之前在英国或者在韩国的时候 一个人吃饭懒得做饭 我就随便煮点什么 不过一般会找一包火锅底料一起煮了 比如说那种菌菇的或者番茄的 煮出来都蛮好吃的也不会太油 我今天实在是太没有状态了 就直接拿白水煮了一下 头好疼啊 我真的是这两年姨妈妻的反应越来越严重了 我小的时候虽然也不舒服吧 但也不至于吃止疼药或者是完全 废掉一整天那种 我现在完全不行 就头疼可能能疼个两三天 然后就什么也吃不下 一天其实什么都不吃我都不饿 但就觉得没有力气 下面还煮了一点这个 是叫蕨菜吗 我刚泡的 本来是干的 刚才泡了一下就变软了 尝尝看吧 好脆啊 自然是这种口感 今天的蛋白质就是豆腐和虾仁了 还有笋 吃个笋吧 咱就吃了两口已经饱了 好吧 那我就先慢慢的去吃饭了 我觉得这一盆菜我会吃的非常的慢 而且也不一定能不能吃掉 现在头真的还蛮痛的 我这周的视频就是三亚的第二片walk 我们的美食机 吃播都发晚了 每天超难受 还要剪吃播 每天晚上都好饿 那这礼拜的视频先到这边吧 又是穿着睡衣 跟大家say bye bye的一天 等我下周恢复了元气 下周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